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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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到是要細節研究我們的法會 就是我們注意為大家穩定我們個人的心思動念 因為人們以外的脖子病房 是這個消息的感覺 那麼,我們要怎麼完成極心這樣。 所以,凡夫為的人,我們對這個所在來了解。 凡夫為的人,因為受到這個虐的關係。 虐,虐心的關係。 所以,要完成極心,沒那麼簡單。 所以,完成極心無虛假時,實在是不簡單。 這是真正的事情。 不過,當然要在這個瀉煙的生活中, 就是在這個瀉煙,有因緣。 因緣有好、有壞、有嫌、有亡。 這個因緣實在說,沉思不責,可以這樣說。 不過,要安裝極,做事情可以下正理。 真正正有提心這樣。 要安裝極來完成。 因為沒有提心,不可以解脫。 如果基因解脫要提心,我們要怎麼調理出來。 要安裝極來調理說, 讓我對這個瀉煙、瀉煙的食屬, 或是說這個因緣、人事問題、物質問題。 對社會,各種的因緣促成我。 還要怎麼用這個心,有真正正平衡心。 有真正的,不要有氣候。 因為環境急電,心就急電。 而這個政治心就去壞不去。 那麼這個要怎麼完成。 所以我們拿出這個, 這個叫做伊丹摩大師的宿性執, 來陷我們大家研究。 動心的心態, 來發動我們的人事問題。 發動我們的環境因緣。 這樣。 所以伊丹摩大師有跟我們說這四段。 這四段第一, 但無數行行。 第一, 是非常時間。 有時的。 我會想測駕大師有跟我們說, 我們應該這個一段。 這個時候要做一段。 是這麼多。 從三段。 通常來。 這個場所要做一段。 好。 的單。 任何央日。 我們今天在這個世間在大 那個心情要靜,心要靜底 一定有這種的心 對世間、處處、台人、處處 我們現在來看掌摩 他如何把我們受傷、學佛的人 叫我們心情如何放 第二,叫做補彎 那不是彎,彎 補彎 為什麼才會說補彎 對這句話不是說補福的意思 這句話是說非補 精神精神 如果有到很多痛苦 非常難忍耐的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五種厚生 尤其是 你就要想說我精神精神來這個世間 是要向人 這樣 那個叫做非補 非補過期欠人 那個叫做補彎 非補過期欠人的環境 你就要這樣想 所以有個困難 有個痛苦 讓我們心拍忍耐 我們大家應該知道 因為這種極境不可以 怎麼不可以呢 因為這個世間裡面 我們人的環境有時候順 有時候極境 這是難免的 那麼是順境 就是過期的風 如果是極境 過期的惡劇 這是必然的問題 那麼如果這樣 你就要想 這個就是極世 就是過期世之力 所省受的今天會告報 你一定會這樣想 因為我們人 一省中的省力 和中間的見法 這都有関連著因果 不可以說無情無情 我們就有一個事情 發生在我們的心想 不可以這樣 平常的生 有時 有時 有日 有日 因果的對待上 沒有就是過期 好因 太因 今天絕對要受報 其實今天沒有受報 未來也會受報 這個受報中一定有助言 助言就是人事問題也好 優情跟無情 都總是人事問題 的因來幫我們促行 這是必然的 所以萬因 如果是有個境 這裏面是說這樣 我們不要萬天優人 不如在這裏面 跟我們注意提示 書 如果有因 就有助言 那麼這個因 還不會大家有過的進行 這中間要生過一定有助言 但是佛提書 我們如果知道說 我們無量夾以來 有很多 惡因 助夾 那麼金生金生 還在孫經中 那個惡因 會夾 因 生夾 够 當時要現現 不知道 還是不可以 那麼 在這個阿伯出現的進行 趕快 禮父參會 回鄉 這樣來 他絕對的變化 那麼第二 叫做 衰言行 吼 本來可以說 衰言行 因為這個行 就是修期的意思 是因為這個因緣來修期 怎麼說呢 因為今天 大家既然 要學股修行 我們知道吼 應當要知道 現象改的一切法 就是 是大事 或是說這個仏 所以這裏內裡 跟你們說 一切實 都總是因緣所生 某人的體質 還是我們個人的體質 有哪是因緣所生法 某人有無 跟我們個人有到無 都總是因緣所生 一定要了解這邊 不是說 有因緣過 有好因的人 沒有結合過 有賣緣的人 結合過 沒有那個動力 齁 那麼這個因緣性 一切屬於各種因緣性 但是一定要了解 既然是因緣所生 但是因緣 因緣 因緣如果是合合 就有 就生 因緣如果是分散 它就別 這是避緣的 那麼既然輸 和上的不足 就是包括我們人的這個 有命 事情 和這個不足的體質 這當中是因緣所生法 或是金星的這個好還是好 絕對跟前世的因緣有相關 所以這個呢 一切法 和是因緣所生法 今天無論是好 還是不 都總是水緣 癡 癡 也不用特別高興 癡 癡有哪不用煩惱 會記者 心情幫我輕鬆 這樣比較多 自在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 癡癡 癡癡癡 癡癡癡 癡癡癡癡 癡癡癡 癡癡 你就不會能生一點 要這樣 因為磨癡癡 甚至人類人的認守 運屬 共傷 Use人 所生法 thereno 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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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PI 不領藡 לעhis 再平靠來 那種 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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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сколько 癡癡癡癡癡 神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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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e 那如果是跌,瓦海,生理就無形, 所以連聽經文法都忘記自己了,這樣也不行。 所以現在有兩種現象。 第一,生理,佛地主生理如果好, 如果不記得聽經文法, 若是事件發生,它會不會聽經文法。 這個叫做道中,這個就是反跌,反信。 所以這個第二段就是說,中生,雖然行,雖然修行, 其實都不用很刻意。 這是他說這樣。 這樣你的心就保持主宰,安靜,兼靜的。 這是一個說明這樣。 第三,就是說無所求。 怎麼說無所求呢?因為我們世間人, 因為無法因應法。 所以對這個修理,都很不幸。 怎麼不幸呢? 不幸都處處貪求。 這個也不,那個也不。 賺多少,要再賺多少,要再愛多少,這樣。 佛地主的心很強烈,所以處處貪求。 但是今天這個基人要學徒,這種心就沒有平靜了。 就沒有正確。 因為你的心,讓物質困擾。 為了要求物質,為了要每項圓圓,每項好,都讓這個物質困擾。 所以學徒的人,基人為了解貪路,用解責獎。 如果一味貪求,譬如說三獨中的貪人士,會越強烈。 生理做大,還要更大。 在發育還要更多。 如果是失,就惹,就煩惱,就煩惱,就悲傷,就悲傷, 不煩惱一大堆。 孫就發育,還要更多,劇就受傷了。 這種的人,主委,將來絕對不能脫離苦海。 因為你讓學徒的六丁經上把你拔掉了, 不然難免還含這個所謂修煉。 我說修煉,知道嗎? 你聽到嗎?修煉條例了。 因為你心,讓這個,我們這個現象改革, 正經接連嘛。 當然,你心不可能解決。 原來原來在這個所謂修煉條例,這樣不可能解決。 所以這個第三,叫做什麼? 叫做無所求,不用特別要求。 先外相。 我們讓你聖基隆,是三等,還有一個困安就好了。 其他不用再特別要求。 不用再說,一定我就把僵子放下多少。 我就要鑽多少? 我就要打拼多少? 因為打拼多少? 惡劇多少? 為了僵子來鑽多少? 你難免將來做無做賣? 這是難免的。 所以這個丹摩大叔跟我們說, 不用特別刻意去要求, 人事上的筆要多少? 要做得怎麼樣也不用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心可以說都放在六頂競爭, 受刑不解決。 那個受刑就變假受刑了。 我們來的第四, 注意,這點很要緊。 這個叫做慶犯。 那慶犯呢? 就是一定要心安住在法輪。 心也要安住。 安住無法。 這個,這句稱法就是這樣。 心也安住的條。 頭前那三段, 你如果能萬元方法, 報完, 你如果知道, 我今天就要向人家。 第二,我做事言, 在小時候我事言, 第三,我不用特別刻意去要求不進, 要進多少? 我第一要多管? 你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麼你心安住在這個佛法輪。 是怎麼安住呢? 他在這裏, 在這裏, 學佛應當, 鐵飛喔。 鐵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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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安主会得到,安主会得到, 最后这三段你就贴得他了解了, 这样你主性就会清醒, 安主哪会得到,主性就会清醒, 不再黏着六点形象, 会黏着六点形象就是你的心没清, 但是你如果安主说我今天就是一个辅导, 我应该在每一个师团, 我不能违背佛道的警告, 不但说因为生我, 这样违背佛道的警告, 每一个师团都脱着去, 这样叫做不安主, 那这样的心拍清醒, 但是你如果安主会得到, 主性就清醒无量, 所以这第三句跟我们说, 应该都要管理法上的贪重, 法上就是世的, 我们的一世法的心, 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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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条理, 给上白条理, 所以来谈这个一世上, 齁, 所以这里有跟我们说, 对有身命, 还有财物, 有机会应该死者, 就死者这样, 当然要叫我们世下心命, 若是菩萨行, 会那种水準还不提醒, 当然要叫你下心命是不可能啦, 但是呢, 就是说在三宝的, 这个叫做感作上, 如果是有需要我们做, 我们的一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佛心没有它死掉, 才流到一句话说, 当然不用了呢, 不可以说今天这个, 在这个三宝有公众的工作, 要做, 你准备把它放好不去, 这个心不是只说钱啦, 因为头前有说一句话嘛, 佛地累生肥仙, 生得肥油肥仙, 对不对, 有工作就去做,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下的时间, 为台中服务案,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不要急, 改善有机会, 我们就去做, 但是做呢, 要每个三人提供, 不要说我去做, 每个人够收我给他博物, 或是说我保持钱, 每个人收益, 我保持多少, 那些都不要再相担心来人, 这样叫做三轮提供, 就是应有所住, 行有保持, 应有所住, 二生去心啦, 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如果是可以这样, 就是可以生酒, 破体之道, 第一, 補完形, 第二, 顺眼形, 第三, 无所求形, 就是选法形, 按住人, 按住的好识, 每一个四段, 该做的, 做, 不该做的, 不肯, 黑白去心董念, 因为黑白去心董念, 他还在做出一个, 无标液, 在那里面, 这样, 结果也是很难成情, 这是实在的事情, 所以今天, 探摩祖师跟我们说, 他肃行入, 肃行入, 肃行入, 这样呢, 你若是体会, 四心自然, 改渡, 我们人的这个, 深刻的虚枝, 因为我们今天, 最重要是要正直嘛, 那如果是虚枝, 就没有正直了, 所以, 最重要是要要要求, 各个人正直, 尤其是, 面对你个人的心, 面对中心, 面对散布, 一定要有正直心, 所以这个正直心, 我现在又有提到一些内容, 正直心, 就是, 我们中国, 陆家寺相来说, 叫做, 寂生心, 寂生, 寂生, 因为这个寂生就是没有虚枝, 做人、做事, 都说没有半点的虚枝心, 这个寂生心, 所以那个没有虚枝心, 就叫做正直的心, 十方三世一切分, 是以正直来解团, 以正直心, 来导致自己, 和导致中心, 要记住喔, 如果没有正直心, 如果没有虚枝心, 我没有虚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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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枝心心, 就没有虚枝心心, 我没有虚枝心心, 我没有虚枝心心, 我就没有虚枝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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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自己就好了嘛, 所以叫你们做一个虚枝心, 没有虚枝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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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剛才可以看到這個 但是這個魯家師匠裡面 因為我還有看到經典 屬於機關的經典裡面 因為這個空腐主 還有藍腐主的藍煙 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 藍家的藍煙主 這個含佛法 會五百年前 他們出世進前五百年前有相關 所以我今天用他們的思想來藍煙 怎麼相關的 因為在這個機關裡面 我有看到 第一 空腐主 他就是在我們佛道 沒有 空腐主出世含佛道 有多相差差不多五百年 所以這個空腐主 就是以前 在佛道的旁 一個叫做盧董佛 那麼 他們的藍煙呢 藍煙呢 藍煙呢 藍煙就是一公佛善 但是這類一公佛善 不再是那個 流利公佛的造猶佛法,是不是 他們 因為 流利公佛的旁邊一個 一公佛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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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是這類的,是不是 他就聲稱是一公佛善 那麼這個 藍煙 藍煙是什麼人呢 因為這個流利公佛善 他跟 文書西加茉莉佛 討 討論 討論 怎麼討論呢 他說將來佛善 會同意 會同意 會對於既納這邊過來 對於中國這邊來 所以這流利公佛善 他跟 先跟 我們的社群特就說 我來出世 我來中國出世 我來先把 創設 勒告出來 勒告 如果是創設出來之後 將來佛善 以後來 我們中國 這樣比較好團修 那麼 空佛善 就是流利公佛善 清醒後 他來出世 就空佛善 那麼 其中一位 他叫做一公佛善 他就順 這個因緣來 本來又再來 那麼 這個大騎士 是怎麼會說 來出世上老主呢 應該大騎士 他當初佛善 在世間的時候 因為 有 一支金利益 就是什麼人的金利益 就是這個 魅力佛善未來 要做健全的金利益 跟一支金鐘 交代代行 俗運沿 在繼續生 你保護好事 公眾來 兩花三會 要開後 要結束的時候 明瀑菩薩 會去開你 繼續生 的山門 這樣 你用這支金利益 出來跟大眾說 說這支就是當初 佛善未來 要做健全的 但是這支金利益 什麼人的 就是這個 佛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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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給佛善未來 但是佛善未來 說 如果是你用人情 用到這個感情 說 無限情 之前金利益 給我清 這樣是沒有公典 你卻撈出 卻撈出你 卻撈出你 補師給我 的帝主 這樣子 那麼其他這樣的帝主 無人接收 到我去 補師 共養 給明瀑菩薩 明瀑菩薩 接收起來 但是後來 明瀑菩薩 歐聲起後 直接金利益 他們 又在交代代行俗的心相 台乘社比較穩固就繼續算 今天金利益保障 還保障就比較緊張 但是以中國的歷史 如果這個機關學所說的 這個農主是台乘社來出生 如果這個歷史來講會好 怎麼會好呢 所以你如果有附過土地經 還是附過農主 農主的受命很長 有副農種的受命 但是如果他出生的時間 如果當初他做這個 受到的道書館的受訟 受訟他 有一個過道書館的關注 空腐主去那個道書館 給他問禮清返 那麼現在空腐主 悟到農主的時候農主 已經六十幾歲了 要七十歲的那個年齡 到月呢 農主是出韓國館 把那個館主 老五千元的土地經營 他就不得起 這樣來看 是他又等他繼續三 顧那些金利益 這樣是很合理 因為他一直在這裡不知道 你知道嗎 可是呢 這個一貫道裡面 跟他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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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文明佛 告禁是超過三千年 比較對 應該是這樣 空虎主是兩千五百通年 所以孤主他出含國官 因為他含空虎主 空虎主文例之後 他講一些道理 之後他出含國官 再回去顧那些金利益 按照機關學這樣講 孤主是大騎士來出世 是有我們積聖母女婦 這位大騎士來出世 可以跟我們這樣做 所以其實 我們一定要有沉浸了解 比較不會讓我 到我們五百軍 我們軍軍的手術去五十年 所以我現在是怎麼看 空虎主的入教書上 中養自得的性 什麼都說呢 因為如果照機關他來看 因為空虎主是入洞菩薩的出生 這樣呢 他講的道理、法理 有哪會下到這種儒來證明 因為空虎主是行菩薩 就是一個菩薩 大騎士 他是佩智佛的境界 所以老主是佩智佛的境界 一定沒有方法離生 空虎主是有 但是空虎主也沒有方法離生 至於空虎主是身外的非常健康 但是他沒有向我 像空虎主就有在說 空虎主就是空虎主 空虎主就是空虎主主 空虎主主就是空虎主主 空虎主主主就是空虎主主主 空虎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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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佛祖是菩薩道 因為他到六十幾歲後到九月來講 他春秋的時代看到那個時候很亂 他不得意去方法放在祖父 看要怎麼行王道 王道 到他也沒辦法萬對方 扭轉乾坤 所以他這個中央台下 可以輸送倫理的輸送 可以輸送倫理的輸送 可以說有很多部分是下到這個佛法 所以今天講到政治心 所以我們會用中央既成的這個性 來跟大家研究看看 現在政治就是既成的性 既成的性就是沒有希望 所以中央說這樣 我們現在看看性質天子多養 我們現在來了解一下 所以我剛才跟我們講過一句話嘛 講過一句話 什麼話他們中央的第一句 叫做天明之為道 人的基本名 含天 我們人的基本名含天 含天是同一條名 是什麼名 是自性 要記住 天明之為道 修道之為道 天明之為道 實性 修道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自性之心 那麼這個自性之心 這個性是不變的性 就是魯術 就是魯術 這個心如自性 天之道 性吃天之道 性之吃人之道 就是結構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有政治心 就是有自性的心 有自性的心 定會符合到 我們人的那個魯術 體性 那如果是假的心 就不對嘛 是假的心就是 蒙白的心啊 要注意這點喔 如果是假的心就是蒙白的心 齁 所以現在在說這樣 我們不要將人家來看 這個性是 性在什麼 就是真實有夢 這個夢就是虛假 我們人跟人跟人對思 不少有虛假的心 因為虛假的心 要改革不可能 所以不然說 十方的如來 以正在心 在改革 所以這個真實有夢 和本境 和這個本境 就說說 在心無虛假 在心是道中的意思 所以今天這個 我們這些學本 學道 受興的人 你一定要有自性心 不論你面對散佛 面對人類 面對思 一切一切 你所表現出來的 和你心所準的 一定要有自性心 不可以這樣奇奇怪怪 不可以這樣說 說另外說 做另外做 不可以這樣做 齁 所以這個不可以說 一心無虛假 同一種的正理是他 所以這個真實有夢 就是我們人的天性 因為那個幽夢 就是夢別 夢就是虛假 夢就是虛假 就是夢別的虛假 不過我們的本性 在如來中 是清精嘛 要給大家了解 它的本體性是清精 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夢別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是虛假 就是當中叫做做 就是虛假中的夢別 不過你要援露 那個自本性的真實心出來 一定要這樣 不論你在這個人性裡面 你處處台人 絕對不可以有半點的虛假 這樣比較叫做什麼 人的天性 中用說 主性名為之性 用主性援露出來 那個主性名 中人人的主本性 那樣 主性 有性 生 露出來的 那就是你的主性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沒有有主性露出來的 那就是夢別 中用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所以任何一個受傷 學會的人 你如果這個道理 你一定要有正直的心 因為正直的心 心比較是真正的道中 所以這個中用 又說這樣 性 者 天 子 道 雅 性 者 地 子 道 雅 性 者 人 子 道 性 者 人 子 道 所以這樣想 天地人的共同生命 體是什麼 天地人 共同生命 體是什麼 就是性嘛 性就是如來體性 就是我們要說天靈 天靈 有天動靈 人含有天動靈 人含地動靈 同一條生命體 就是這個性 也就是這個真如主性 要很注意這點 所以不可以說 我們個人來說 一定要地皮天地 我們會地地標路 清靈地 就含天地 可以修正 這樣叫做地皮天地 齁 那麼這個 我們現在再來了解 因為這裏面的法醫 我拿中用字 再拿這個野經 這個內容 我們說我比較了解一下 譬如說天道的基本實體 就是天的流轉 天的溫轉 這個道 因為天是道 這個天的溫轉的基本心理 就是要說性 也就是要說我們人的心 這個心就是要說如來中的體性 如來體性 要注意這點齁 齁 所以這個天道的基本 不是說六道中的天道 不能說五歲 對那去齁 現在說的這個天道的道 就是要說這個性 所以它可以穩轉一塊 要注意這點齁 因為這個穩轉的中間就是 這個體會用 體會用 所以這個天是道 就是要說什麼 就是要說什麼 那個公平的最 所以要記住 我現在跟我們講齁 有兩句話要說這樣 宿生有明 富貴在天 注意要記住 那個明就是因 叫好 人的生死有命就是因 有萬因 但是在這個人間世有負減貴 不是由別人幫你煮菜齁 但是這句說別人幫你煮菜 就不對 富貴在天 不是說另外一個天幫你煮菜 要給你不給你 不是這樣齁 但是一般都會這樣 應該那個就是 你過去的生有公明 因為貴 就是貴嘛 由貴來生死的貴 但是貴是由保持來的嘛 但是有貴還是生有更 會向保持還是生有更 所以不說富貴由天 就是你的過期心底有更 如果沒有金聲金色就沒有這個說 別人的命運 你比別人的命運更好 沒有這樣 不過這是對態齁 這是對態齁 這個不是一定真好齁 不過有這個現象解 你的命運比別人更好 就是你過期的心有比別人更更 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富貴在天 在過期的因 你就是心底比別人更更 這樣齁 齁 蘇生有名 那些名就是因 有關因 人的生 人的死 人的體質 都說有關因 但是現在來瞭解說天是公明的生 尤其是喔 天是代表公明 尤其是你自己記這個 不是另外這個問題齁 但是公明之上 究竟的青青 所以這個性 我們現在來講這個性齁 我們就說正經就是性心嘛齁 就是自性 所以自性 裡面的這個性 你的性一定要有自性 因為自性就是沒有希望嘛 自性就是沒有虛假 那麼來就是自性 就是沒有偏差 所以今天我們受傷學患 學患學主來經過的人 政治心就是表現你的自性心 你一定要有自性 自性 自性 這樣就下在天 就是下在公明之上 但是今天你如果我們自己去過過 我們就不對了 齁 所以你如果是極極怪怪的 沒有自精 自性 自性的威 就是親像頭前 你們嚴重 經濟說 十方如來 當你投稿出現的時候 他在心啊 你就是沒有正在心 沒有正在心 你還在忘記作業 你要解脫困難 你會脫 不然你怕學會做什麼 我請問你們 你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一禮拜來一邊 你們要學什麼 要學什麼 你們學才會要做什麼 為什麼 為著要大家整得 為著要大家自性 而你不可以直接擦 亦要記錄 亦要射 所以跟你的心線上沒有相關 變成這樣 不能流露 真 現 跟味道出來 味道就表現一種很完整 叫做味道 你這個完整的味 你沒有這個真 現 你怎麼有完整的味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自性心就是得到什麼? 真善美 這樣來比較有一個人家上的水準 但是這個生日喔 在雅經裡面 雅經 它依憲為天 那麼這個就是用雅經給它水平 所以憲有什麼呢? 憲就是憲 憲就是三分的 後悔大師家說的就是真如和比如 憲 所以這個憲是齁 在雅經裡面有些因如的斷書 說到君主主共不息 這個憲是齁 本書的人 他自公跟你沒有聽識 這個叫做憲 這樣才會更會寫 你如果今天自己不能有這種水準 身體要公平很困難,他們會學不學 學不學,你做人的中間要學到天的頂 天的頂非常困難 不是天頂而已,還要地的頂 還要配合地的頂 所以天台人剛才含天含地的頂頂 怎麼當中呢?因為天是代表身體公平 但是地代表你的心量、無量 心的量、無量 一定要這樣喔 所以這個君主,或是叫菩薩來人 他就是有天的公平 他有寒風、寒量、地這樣 所以地中用菩薩,用地來講 所以今天學法的人一定要親親親親,和親親親親 就是心底公平和心量大 一定要注意這點 郭哈 所以,這個郭哈 你們覺得看到了這個兒子,有一算 郭哈 有主概役經 還有主概蜀書 看見他們 這位老益師,明四是革經 叫做毕凶 有主概蜀書 用佛法嗎? 有用佛法下去煮煎雅經 這兩本的版本我都有 某那個有後的傳輯 是怎麼說雅經以乾為性 雅經說一說乾為天地之性 因為有天有地 現在我們再來了解 這個雅經是雅說這樣 乾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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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乾為天 乾為天 乾、乾為天 乾為天 因為我現在講的這個法義吼,含這個水火風土的性有相關。 理為會,盡危為順。 這個就是天地之間。 我們吼,這個堆就是水垂出了。 你知道吼,這個已經出了。 那麼這個理為會,就是洗我們的溫度。 那麼這個浸為雷,春天一個高,可以春雷對不對? 春雷開始,在萬物就開始生化。 現在這個順為風。 我們現在這個水火風土,火風水。 這個有哪兒水啦。 那麼這個山有哪兒是頂去土? 茶,這個有哪兒是茶? 吼。 我們萬物,萬物是依這些宿態來生存嘛。 水、火、風、茶和土。 這樣才有萬物。 我們人們都依賴這個茶來生存。 那麼這個中間,這個火就是生存萬物嘛。 火就是溫度生存萬物。 但是一定要有風,保持溫暖。 如果沒有這個萬物,我們不能生存。 我們就要水。 但是這裡裡面的人都生存在天地之間。 所以一定要有春雷燈當。 然後這個火會熱。 然後這個萬物,那個四季。 譬如說春天一個高,春雷一個。 春冬起來。 所有這些動物,動面的動物都出來了。 這個草仔,開始什麼都出來了。 因為冬天過了春天高,就是溫暖的風, 開始又有水來了。 所以天地的中間都一定要有水。 齁。 這個就是以雅經的八卦來講出的這個 天地做法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過去有跟我們講出一個什麼呢? 講出一個佈代書說什麼呢? 佈代書說什麼呢? 佈代書說,悠悟先天地。 出一個, presidency? … 出一個,說, 有这一行,比较体体有,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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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这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生,就是说进入自生。 这个,他是无形,安静安静。不过,他就是作法万物的主人。 所以这个天、圈、堆、礼、尽、顺、勤、勤、空。 這都是什麼樣的? 生法出來 就是都是這個 這個大型土地這個無形的東西 我們現在再說 那個如來中的體型就是天明 這個做法出來 的確就是如來中發生做法 但是這個東西比土地中所有的比較有 那麼這個呢 這個 這個 他可以做法術時 做法春夏秋冬 萬物的這個生性他要 不過他不會對術時來雕像 他研究不變 所以這個後藝 大師 他把他用錢跟他當作金儒 用錢跟他當作金儒 就是我們要講的這個 幽物仙天地這個 他用這樣下去用出來 但是他天之性 進入之性 還有什麼樣的作用 就是藝人要講的這個 萬興離生的提供 那麼這個就是 是在我們中國雅經裡面的人 會另外一個法義 用出來大家奮合 用兩項 這個印度的佛法 跟我們中國雅經法義 這段跟配合法會合起來 這樣 來了解一下 我們像這十分鐘 待會兒更加水平 彌勒春夏 好